就是大家不停的互相到處放話 然後節目討論 來賓評論 然後傷的就是團結 然後傷的就是 你們本來可以贏的能量 所以如果你不是如來佛 如果你不是那個 神大佬口中的大老鼠 很簡單 你就出來告訴大家 我不選 我希望能夠找一個最強的人出來 我不會求援兼裁判 這種話講出來 你衰鬼 對黨的團結也好 對未來的選情也有幫助 我不懂在圖什麼 這個用孫悟空來比喻韓國瑜 我在想西藏取經的時候 大家注意到唐僧的角色 唐僧也會受到很多的誘惑 唐僧有時候身陷危險 豬八戒跟殺戮生 也都有天性上的缺陷 有的貪吃 有的好事 有的懶惰 有的啥 這都本性 如果拿西遊記這部 這個器具來看 這個故事來看國民黨的初選 你就可以看出來中間的道理 大家講得也很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神鬼之戰 鬼是什麼 鬼就是許多人都有貪念 非常貪心 那鬼就是有許多人想要出來選 身邊圍繞了許多人 給他出一些鬼主意 你看這個唐僧取經你就知道了 其實大家都在講說 吳主席在做什麼 我的直覺是吳主席不會選 吳主席不會選 他如果他會選 他今天就趕快辦初選 他不會拖 但是你認為朱立倫想不想選 朱立倫真心想要徵召韓國瑜嗎 王金平會不會選到底 王金平為什麼要選到底 周習偉為什麼要選 但是一開始就給韓國瑜開一個門 我就跟各位講好了 其實人民的意見 民意非常非常的清楚 我在很早以前就看到了 但是我很想看三藏取經這幕戲 把所有人的本性 所有人的貪念 所有的妖魔鬼怪 全部都顯現出來 所以剛剛佑正跟大家講得非常對 吳主席現在要馬上做一件事 宣布我不選 然後宣布最強棒出來 我在兩三個月前我就講了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吳主席還要做的 就是現在把所有能夠出來打仗的人 團起來組成一個 輔選的團隊去打了 蔡英文今天講的話 其實是很早兩三個月前 我就講了 一定是蔡英文選的 賴清德出來只是搭配 只是製造新聞製造那個熱度而已 誰能夠挑戰蔡英文 各位今天想想看 誰能夠挑戰蔡英文 蔡英文把我要選就是我要選 我就是總統 我告訴你 賴清德 你站旁邊 就是站旁邊 這就是民進黨 所以民進黨是執政者優先對不對 不但執政者優先 民進黨還要團結勝選 要不然所有的既得利益全部沒有了 他們有生死存亡的危機感 所以他一定會團結的 要不然以後的好日子都沒有了 都不會過了 所以我再跟各位講 當民進黨已經是執政者優先 已經團結好的時候 已經展現他團結的氣勢 而且各就定位 不要忘記蘇貞昌出的這一招 所以把銀行的人士全部控制住了 你藍軍現在黨產已經被我控制了 你沒有錢 所有的人將來也不敢捐款 支援你總統候選人 藍軍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你也沒錢 誰敢支援 我就抽你這家企業的銀根 民進黨真敢 所有的東廠全部出現了 所以我想大家所講的話 我全部都聽進去了 我在這邊只想 苦口婆心講一件事情 拜託 拜託 不要再放話傷害對方 不要傷害朱綠倫 不要傷害王敬平 也不要傷害吳敦義 第二件事 大家全部坐下來喝團結茶吧 統統坐下來 你們不要每一個人 再去出花招了 說我不願意談 韓兵 我跟你講 我也是要參選總統的人 吳敦義也是要跟我見面的人 但大家會認為說 周錫偉好像一直在幫韓國瑜講話 好像周錫偉就不存在了 我告訴各位 這種大家看不到不存在的 周錫偉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講話最沒有私心 我告訴各位 沒有私心的原因是因為 所有全國的老百姓 已經告訴大家了 國民黨最強棒就是韓國瑜 你還在囉嗦什麼 你難道要黨員出來跟你造反嗎 黨員造反不重要 不重要 如果你不在意的話 老百姓開始造反說 你一定要去徵召韓國瑜的時候 你國民黨就垮掉了 因為人民不信任你 人民認為你們這幾個天王 太陽全部都是私心為用 國民黨就垮了 所以我覺得團結很重要 但是不要失去了人民 對我們這些想要出來 服務的人的信任 這點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吳主席拜託 趕快出來講這兩件事 第一個 你不參選了 第二個 你要徵召最強棒 大家其實都看民進黨 現在修理韓國瑜 我跟你講 上下一條心 他們所有的人都全部一起 中央用政策 用補助款 從頭分配稅款 用所有的方式來修理韓國瑜 農委會也出來了 蘇院長也出來了 所有人都出來了 如果韓國瑜現在被徵召 跟以後被徵召 情況會有不一樣嗎 還是會一樣的 他面臨的環境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藍軍人 必須要清楚一件事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慶富案 慶富案高雄市議會市政府 再怎麼處理 不會有結果 他必須要有中央法務部下面 管的檢調單位開始去做 進管會要處理 去做 你不要講進管會 你不要去想那麼多了 那個人放棄了 我覺得要檢調單位去做 在檢調單位的法務部上面是誰 是蔡英文總統 所以你要期待這樣去做 就跟你期待阿扁還有幾個案子 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審判 就是民進黨用那個政治的黑手 押住了 押住今天的司法檢調 押住你了 各位 如果中央不做突破 這個問題永遠不能解決 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黑韓的事情 修理韓的事情 打韓的事情 破壞韓的事情 傷害韓的事情 現在只會越演越烈了 做點功課 不管你 不管你要做什麼 我跟你講做點 他不需要做功課 他就是製造這個假的議題 大家有一個假的印象 就會傷害到韓 這是他的想法 所以我拉回來來講 國民黨現在其實要做一件 最重要的事 什麼事你知道嗎 找一些人幫韓國瑜 可以去做說明的 去做擋子彈的 你不能讓韓國瑜一個人在這邊 一直被講 一直被修理 一直被修理 國民黨為什麼要盡早的去 徵召決定總統人選 跟這些絕對有關係 為什麼 這個選舉從現在到明年的1月11號 沒有多久了 各位曉得 還有多長的時間 還有多長的時間 讓老百姓能夠接受幸福 然後老百姓都來支持 然後多少的時間 要經歷過民進黨的這些 無情的炮火 無情的傷害跟轟炸 國民黨這些太陽 都沒有想清楚這件事情嗎 今天換作你出來選 你有辦法打 你有沒有辦法 我就光說他愧口就好了 他講話的那個說服力 跟那個感覺接地氣 你們其他所有的人 沒他的本事 大家瞭解這件事情嗎 如果今天 還是心裡面想要佔一點利益 然後不能想辦法 把最強棒推出來 代表要曉得是誰 不再去趕快組一個團隊 不趕快去開路 不趕快去擋子彈 不趕快去跟民進黨對抗 我告訴各位 民進黨有很多的問題 現在都被蓋住了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現在在攻擊國民黨 攻擊韓國瑜的時候 你國民黨在自己內亂的時候 民進黨這些所有的弱點 都沒有人攻擊他 你要看到現在所謂國土的問題 領土主權的問題 經濟衰退的問題 東廠的問題 破壞民主的問題 所有的問題 各位 大家沒有眼光 看到民進黨的失敗 沒人出來攻擊民進黨 現在變成全部都是 民進黨在攻擊國民黨 攻擊韓國瑜 你們自己在亂 所以我覺得 對 所以我們現在不能再亂了 重點就是我們現在 要趕快團結起來 這個是我強調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所有所謂的太陽 所有現在在亂的 甚至在放話的 修理自己黨內統治的人 現在請全部停止 然後我希望吳敦義主席 趕快宣布自己不選 然後所有的人全部請來 大家一起談 談什麼你知道嗎 談不是說 我要不要支持韓國瑜的問題 談 對不起 現在開始打選戰 你負責什麼責任 你去幫我負責好 你負責哪個區域 你幫我去談好 你負責跟民進黨打什麼仗 你出去幹 大家現在要做這件事情了 不是在決定誰出來選的問題 因為民意已經很清楚了 所以我在這邊真的呼籲國民黨 要認清楚現實 認清楚現狀 更要知道台灣老百姓 期待的不是你國民黨出來選贏 而是期待的是真正有能力的政黨 真正有能力的總統 把台灣的民生搞好 把台灣的安全搞好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啦 趕快決定一下人選 多留點時間 保護自己 多留點時間 去審視民進黨 否則你們亂下去 給了民進黨更多的時間 空間來攻擊你們 攻擊韓國瑜而已 這樣聽懂了嗎 休息一下 我是教育社長 現在有一種聲音 就是說要特色陳水扁 可是我要請教大家 如果特色陳水扁的話 我們為人父母要怎麼教小孩 教小孩以後長大 拼命A錢拼命貪污嗎 如果是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 社會不大亂嗎 所以民進黨 如果說要繼續執政很簡單